主料,生菜一斤,辅料,蒜三半,盐小半茶匙,糖一小勺,蚝油一勺,生抽,准备材料,生菜轻轻洗干净,蒜头排碎芡末,先来做蒜香蚝油芡汁,锅里放油,油热后放入蒜米爆香,蒜末微微变黄,盛出装碗里,往碗里放入糖,放盐,放入生抽,蚝油,搅拌均匀,蒜香蚝油汁就调好。 好了,芡汁做好后,起锅放水水放多一点,比较容易烫熟生菜,太少水菜熟的慢,叶黄,水开后放入生菜烫一下,断生变鲜艳的翠绿色马上捞起,控一下水分,装盘,把调好的蒜香蚝油纸淋在生菜上即可,烹饪技巧,白灼生菜时候,生菜断生变色马上捞出,颜色亮且口感最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